血染江湖 草莽豪杰的火红年代 张志远是一个普通的都市白领 工作朝九晚五 生活平凡无奇 某天夜里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道奇异的光芒突然闪过 他的意识瞬间模糊 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 他竟然来到了五十年前的中国 一个草莽遍地 无数英雄豪杰还未发迹的火红年代 这个时代江湖中充满了血腥和混乱 各方势力争夺地盘和权力 而张志远 这个来自现代的普通人 必须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中生存下来 张志远穿着现代的衣服 在古色古香的街头显得格外突兀 他迅速意识到若不改变自己 他很快就会成为目标 他找到一位裁缝 换上了符合这个时代的服装 并购置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张志远虽然陌生于这个时代 但他依然拥有现代人的知识和智慧 这让他在适应这个新环境时 占有了一定的优势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 张志远无意间撞见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两方人马在小巷中刀光剑营 斜与腥风 一方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剑客 另一方则是来自黑虎帮的庶民凶悍打手 张志远躲在暗处 冷静地观察着这场战斗 剑客虽然剑术高超 但寡步敌众 渐渐被逼入绝境 张志远心中一动 决定出手相助 他捡起地上一块石头 用尽全力扔向一名黑虎帮打手 成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一举动为剑客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他迅速反击 将敌人一一击败 剑客走向张志远 感激地说 多谢兄台相助 我是杨烈 来自南方剑派 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张志远微笑着回答 我叫张志远 初来乍到 还请多多指教 杨烈见张志远气度不凡 便邀请他一同前往南方剑派 张志远知道 自己在这个时代需要盟友 于是欣然答应 在南方剑派 张志远结识了许多豪杰 其中不乏英俊潇洒的少侠和静觉的家人 他勤奋学习武艺 并将现代的战术思维融入其中 很快便在剑派中展露头角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一天 张志远在剑派的练武场上 遇到了一位爵士家人 她名叫林青秋 是南方剑派掌门的女儿 林青秋美丽聪慧 武艺高强 与张志远一见如故 两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并在练武和冒险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然而江湖中的平静总是短暂的 黑虎帮不甘心之前的失败 开始策划对南方剑派的报复 他们联合了其他几个势力 准备对南方剑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张志远和杨烈立即召集剑派众人 共同商讨对策 张志远利用自己现代人的知识 提出了许多战术建议 并亲自参与到防御攻势的建设中 他们在山谷设下埋伏 准备迎接敌人的到来 决战当天 黑虎帮和联军浩浩荡荡的向南方剑派进发 张志远和杨烈率领剑派弟子们严阵以待 战斗打响后 双方激烈厮杀 血流成河 张志远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他利用地形优势和事先设下的陷阱 成功的击溃了敌人的攻势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 张志远与黑虎帮的首领展开了生死搏斗 他凭借灵活的身手和坚强的意志 最终将敌人击倒 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南方剑派在这场战斗中虽然损失惨重 但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根基 张志远因为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 成为了剑派中的英雄 得到了大家的推崇和尊敬 战后 张志远和林青秋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他们在经历了生死与共的考验后 终于走到了一起 两人并肩起舞 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个草莽遍地的火红年代 张志远用智慧和勇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与真正的大老叠写江湖 与静觉的家人并肩起舞 赚到手里的绝不送出去 他的故事在江湖中广位传送 成为了这个时代无数英雄豪杰的榜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志远逐渐成为了一代大侠江湖中的风云人物 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这个火红年代的历史中 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